德国布兰登堡级护卫舰巴伐利亚号 5日靠泊东京港 这是德国军舰 睽違将近20年首次停靠在日本港口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亲自登舰欢迎 并表示德舰访日 是日德合作强化印太参与的最佳证明 德国海军司令中将舍恩巴赫 接受日美访问时表示 他希望每两年派军舰前往印太地区一次 协助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秩序 强化与日本、澳洲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他还表示德国或许会于2023年 再次派军舰到印太地区 但此事取决于南海的形势 以及政界人士的决定 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预定在东京停留到12日 之后将与日美澳加等20艘船舰举行共同演训 该舰还将在南海与东海自由航行和联合军事演习 而就在中共六中全会前夕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再度前进南海 美国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日本伊士号准航母 东海联合演练 欧洲继英国、法国、荷兰 前往印太地区巡航部署与联合军演之后 现在德国军舰也加入了美日澳联合军演 欧美日澳更加强了对中共的包围网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